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和大家带来的是 拍龙2019年第二期的转发资讯 本栏目将会和大家分享 拍龙每个月最新上市的游戏介绍 和各种活动资讯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那下面让我们看看 本月有什么重磅消息 今天要和大家带来一个超级重磅消息 这个就是我们拍龙玩具youtube卡安导中文版 讲起卡安导就要提起另一个游戏 它就是卡宋 因为卡安导和卡宋被称为双卡 中国早年比较入门向的德式场游就是他们两个 而我们经常都说 入卓游坑一定要玩 即玩和玩这两个游戏才可以 由此可见 你就知道他们的地位有多高 卡安导是一个1995年出版的游戏 而到现在已经出版了很多很多个版本了 它在中国的卓游史上可以说是德式游戏的一个啟蒙 因为卡安导在传入中国之后 德式游戏才慢慢给大家所认识的 很多人最初接触到比较基础的资源管理概念 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 说起卡安导 主要我想是帕龙的老板 阿Y的办公室有这样四幅有意思的话 经过同同事了解之后 我才知道 这个是卡安导最老版本的封面图片原稿 当年卡安导还未好出名 而当时的封面画家也赚不到多少钱 为了生活他只能把原稿当成普通筹画 放到网上去买 机缘考核之下 这个全世界只有一套的封面原稿 就被阿Y收藏了起身 卡安导是一个具有理性卑异的游戏 作为一个资深的卓游玩家 帕龙老师决定在卡安导中文版里 加入中国文化元素 也就是说帕龙玩具出版的卡安导 中文版将会是基础版的卡安导 加上中国版图的卡安导 你只需要买一副游戏 就可以体验两种玩法 基础卡安导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中国版图的卡安导是怎样的呢? 它的新配件有 皇帝牌、长盛牌、建筑师牌 以及七个名姓模型和对应的名姓牌 这七个名姓分别是 西安的兵画涌 上海的东方明珠塔 位于哈隆江哈尔宾的圣索菲亚教堂 江苏东王的莫菇佛 广州广东的五阳石像 也就是指缘我所在的广州 广州也叫做阳城 就是因为这个石像而来的名字 还有我们北京的天潭 以及四川成都的洛山拜佛 中国版图卡安导的游戏目标 除了不同玩家人数 不同的目标分数之外 还新增了两个获取分数的途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皇帝牌 使得皇帝龙心大穴就可以得到一分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名姓 你每获得一个名姓 就可以给你带来一分 中国版图的特殊规则有四个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名姓 最先易道路连接某个名姓的玩家 可以获得这个名姓 每个名姓在游戏中 只有一次获得的机会 所以大家手快有手慢就没有了 第二个特别的地方是双路 和基础版不同的是 中国版图用双路代替海港 让大家可以用比较优惠的比率 去和牌库进行贸易 第三个特别的地方是长城 长城建设的进度 会直接影响到皇帝的心情 所以游戏一开始的时候 由于没有人建设长城 所有玩家的皇帝牌 都是龙岩大路这一面 玩家可以在游戏内 通过使用建筑师牌 来建造长城 第四个特别的地方 皇帝牌 游戏开始的时候 所有玩家都是龙岩大路那一面 后来每一个人建造长城之后 只要他长城的长度 不是所有玩家里面最短的那一面 他就可以把自己的皇帝牌 回到龙岩大路那一面 不用扣分了 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卡兰島的消息 只要我都对这个游戏非常之期待 和感兴趣 各位如果感兴趣的 都请迟早关注我们拍龙玩具 请留意 19年上半年 拍龙玩具的新品发售消息 下面让我看看今期有什么新品游戏 今期的新品游戏是关于七宗罪的 七宗罪 七个天主教的罪歌 简称七宗罪 其实他应该叫做七罪宗 七宗罪是错误的说法 他的罪行按照严重程度的递增信罪应该是 安晚妒忌 憤怒 懒惰 贪婪 和暴死 人类的七大罪终于补完 今期我们和大家带来了 妒忌和息欲两大罪 除此之外 还有黄昏之子这个剧情抗冲包 保证让大家心悔意足 黄昏之子有七个英雄 他们都是一群从上为精神子的不法基赛者 甚至有些人自以为是他们的化身 黄昏之子的英雄可以替换到基础版的英雄去进行游戏 而妒忌和息欲 这两大罪可以分别和基础版的原罪替换后进行游戏 七宗罪的七大罪终于补完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点来买买买 好了 今期的帕龙撮球资讯就到这里 最后祝大家度过愉快的春节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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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